因為現在民進黨議員說這幾個月看您的回復跟發言很像這個喉喉GPT 就是像機器人似的 還說您就是含有一個降級版 其實打造Chief GPT的奧特曼執行長說過 這個Chief GPT我們不能忽略它的影響力 尤其在勞動力選舉散播假信息 我們最要提醒的就是政府要預防 小心被有心人利用這個計势來詐騙 或是來做不法行為 問他的問題我真的昏倒 我覺得侯友宜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是他聽不懂題目 第二個是他背錯答案 他回答那一段話 一定是幕僚事先準備給他 要不然他不可能知道Chief GPT的創辦人叫奧特曼 他會看起來很容易 你也就是在那邊